这开放世界上天陆地大家都见怪不怪 甚至上个太空那倒很正常 但是我第一次见能环球冒险的MLRPG 多说不说我这已经不止一次刷了这广告了 黎明自海好家伙直接开船下海 甚至还有海怪这能不酷炫吗 平分还不低7.8分 我啪一下很快啊马上进来了 捏捏很正常 但是一出来晃出门就在船上 不船上啊这干嘛 藏宝图 别的游戏一人一狗勇闯天涯 你这一船一图散门挖宝 还有个望远镜 这船整的还挺像这么回事的啊 我看看有没有美人鱼 海盗来了 这开个炮走个流程就完事了吧 他直接开船海战可还行 这船有技能我是没想到的 还能这么玩 这前面前面就是藏宝图的位置了吧 出来了 这什么玩意啊 岛还能从水里飞下的 呦这岛上还有boss 这头上这头上是灯笼吗 我说这岛咋那么亮 原来你在燃烧自己照亮全岛的 这就是奉献精神啊 有一说呀 这开放世界又能喊喊 又能上岛打boss 玩法确实很新颖 这游戏不仅床枝自带技能 人物也自带技能 甚至还有四个职业 这个圣殿军 银游试人 弹药学家 以及这个重炮师 属实是老母猪 带奶昼 一套又一套啊 游试没事 但是大陆上玩腻了 还能出海环游 直接就去环球冒险 据我所知 这游戏构建倍极达到12亿平方米 即使是最好的船只 那环游一圈也得好几个小时了 同时呢 海上还能有不少骑 甚至还能遇到美人鱼 当然是这物资船员 那得背骑了 要不就会像我一样搬入死海上了 总而言之 游戏确实有那么点意思 感兴趣的 那必须不能错乎啊 感谢观看